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今天也是一早就起床了 把握待在倫敦的倒數幾個小時 趁著check out之前 先去附近的tasko超市採買一下 用當時的匯率們 Vita旅行真的有比較划算耶 tasko超市是英國最大的連鎖超市品牌 裡頭有賣很多零食和日用品 我們住宿附近這間是大型店 英國必買零食和紀念品這裡幾乎都找得到 而且價格相當划算 是小隻女人省錢的好朋友 採滿完畢回去住宿打包行李 告別在倫敦四晚的住宿 一人能用800多台幣住在物家高昂的倫敦一晚 CP值真的很高 替我們省了不少錢 只是寄放行李就要另外付費 還逛了一些小店家裡頭沒有開冷氣 好難想像店員不覺得熱嗎 塞爾弗里奇百貨 幫朋友買了一支GHD離指甲 倫敦牛津街退稅點 出發前上網爬文有人分享可以在倫敦市區退稅 退完稅再拿英鎊去買東西感覺很不錯 但是有了這次在倫敦市區退稅的經驗後 還是覺得統一去機場退稅最方便 才不會浪費遊玩的時間在退稅上面 連續四天只用購物袋 背著重重的東西旅行 終於說不了了買了後背包分散肩膀的重量 哈利波特九又四分之三月台 位於倫敦國王十字車站 正潘克拉斯火車站 坐落在大英圖書館和國王十字車站之間 拜拜倫敦 待會我們要坐下午3點31分的歐洲執行前往法國巴黎 大城歐洲執行要有行李準備 因為行李安檢台超高的 瘦弱的我們要兩個人一起扛行李 才扛的上去 早知道在倫敦不要買那麼多東西 超重的 前往巴黎的歐洲執行是倒著開 容易雲車的記得要先吃雲車藥喔 可以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了三个多小时的欧洲执行终于到巴黎北站了 我们入住位于巴黎左岸食事区的民宿 缴完住宿费和放完行李后就赶着出门 爱菲尔铁塔 位于巴黎第七区 在那河畔战胜广场的铁字镂空塔 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 和唯一八八九年巴黎世博会做准备的产物 虽然一开始建造婆受争议 但现在成为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建筑 抵达巴黎的第一个行程 就是安排来看爱菲尔铁塔 终于等到天空渐渐变暗了 亲眼看到巨大的爱菲尔铁塔 闪烁着金黄盛灯光 真的觉得好美好不可思议哦 内心一直澎湃不已 我肶不太感到多少 ILLIENCED 买冲事养到山清智 用在� Road 不一张交叉 不停 没充 Cole 特别 大息 六十三 欣賞完美麗的鐵塔 最後夜深了帶著依依不捨的行李開